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依次发酵的吐司面包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8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3克盐 再加入3克酱母粉 最后再加入35克白糖 都加好后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打入2克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20克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65克的牛奶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种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再加入2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然后再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面团揉好后我们先把它做成长条 然后再把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的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把它按扁成小饼的形状 都揉好后我们先把它擀成厚度约3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再像这样先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像这样我们的生配友做好了 都做好后我们先把它放到不粘吐司模具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显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生配醒好后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70度 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吐司面包吃起来松软辣丝又香甜 味道表面白的还要好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